5号 罗志强加码爆料称 2018年下半年开始 谢系高雄大将地位可称是小管毕临的高雄市议会前议长康玉成 连续5个月 每个月给杨慧如的一室公司20万元新台币 换言之 正当杨慧如网军右手用键盘霸凌台外市官员的同时 他的公司左手正在拿谢系大将康玉成的钱 蓝营接连爆料为了逼出另一个当事人谢长廷 四位国民党籍议员丝毫还飞到日本 指导所谓驻日代表处 要谢长廷出来面对 但谢长廷不见就是不见 谢长廷避而不见 只是透过脸书发文称 外市并不是市议员们的监督对象 这起事件与他毫无关系 事前也不知情 议员们跨海前来抗议 违背相关规定 而蔡英文对此更是轻描淡写地回应称 假消息对治理上造成很大的问题 呼吁不只有当局公权力处理 更需要台湾民众总动员 甩锅意味浓厚 如果养500个人的话就是500万 每一个月这500万从哪里来 谁要付这笔钱 付了这个钱养了网军 他到底要什么目的 蔡英文有责任有义务 要向全台湾人民说清楚 一直声称遭到黑韩网军迫害的韩国瑜 要蔡英文说清楚 他还顺便拉上了赖清德和柯文哲 现在网路上有被害三兄弟 第一个被害的是赖清德 第二位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柯P 第三位就是韩国瑜 我们是网路被罢三兄弟 第二位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你近的中国詞语